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讲《显观庄严论》 《显观庄严论》大家都应该清楚 它是弥勒无论之一 无珠菩萨在极洲山苦行祈祷十二年 后来依靠他的悲心来现见弥勒菩萨 然后到独岁天从弥勒菩萨那里获得了弥勒无论 然后来到人间来弘扬一直到现在 我们现在所讲的这部论典 大家一定要懂得它的非常殊胜功德 有些人通过这次的学习应该懂得了薄弱空性的意义 有些人可能不一定完全明白但是你只要以恭敬心和欢喜心来 听受这个法门一定会种下非常坚固的舍利种子吧 可以这么讲的 所以我本人也是认为跟这么多的道友一起 共同学习《显广中原论》的殊胜论典的话 在有生之年来讲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个机会 对你们来讲虽然我讲者不怎么样 但是所讲的法的的确确也是非常甚深微妙的法药 让我们在生死轮回当中一定会获得解脱的妙药 所以大家在听受的过程当中尽量以最大的欢喜心 应该以最精密的一种智慧来接受它 否则佛法本身也是相当的深恶 而我们一种散乱的心绝对不可能得到它的甚深密意 因此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应该有一种 像前辈高僧大德那样的最大的敬敬和最大的欢喜心 还有最大的恭敬心来接受 其实我们对任何一个法宝 如果觉得这里面所讲到的非常珍贵 这样的心态而接受 这个法本对你带来的加持也是不可思议的 如果我们对它一种轻妙的心 或者说对它一种轻视的心态来接受 虽然这个法本相当殊胜 但是对我们带来的不一定是无穷的利益 因此在接受的这种心态也极为重要 那么我们这次所讲到的显广传论 实际上在座的各位应该要清楚 释迦牟尼佛当年为说话的不同众生 所宣讲了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当中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讲的是空性法 按照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当中讲 释迦牟尼佛在因九三为主的甚深地方 宣讲了般若法门 总共有十年的时间当中 十年当中所传的这些法 按照藏文的《大藏经》 大概《大藏经》里面有二十亿罕 后来这些印度高僧大德做论咒的时候 也有大概十六罕左右 在《大藏和论咒》当中也是这样的 然后如果按照汉地的一些 像玄奘和旧摩洛斯他们所翻译的般若 也是相当多 去年我讲般若舍颂的时候 也给大家大概地讲过这个数目 所以所有这些般若空性的般若法门 如果我们在末法时代 轻而易举地得到非常困难 要我们想得到 释迦牟尼佛的般若空性的真正境界 有两种方法 有两种窍诀 有一种窍诀是依靠圣指 龙猛菩萨的窍诀来得到 因为龙猛菩萨对般若空性的直接的意义 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所讲的 直接般若空性的意义 以中观根本慧论为代表而造了中观六论 所以中观六论能开启应该说 是隐移 隐藏的意义 隐藏的意义的这一部分就是 甚深广大心派的弥勒菩萨 弥勒菩萨他的窍诀 钥匙可以打开的 那么他的窍诀是什么呢 主要是以显广众业论为代表的 其他的一些论典来开启 也就是说其他的论典 弥勒菩萨基本上也没有特别涉及到空性方面 比如说宝性论主要讲第三传法论的究竟意义 然后变种变论和变法性论 众说大乘的法要和威士宗的一些观点 《经庄严论》主要讲一些大乘菩萨的 一些利他心和菩提心方面的一些教言 弥勒菩萨所讲到的真正薄弱的空性意义 是唯一的显广庄严论 所以再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来讲 那么如果你要想懂得释迦牟尼佛的甚深薄弱 那么两部论典是必须要精通 那两部论典第一部论典要中观根本会论 因为依靠中观根本会论的窍诀 你直接能通达释迦牟尼佛的薄弱甚深 也就是万法空性的这种境界 然后第二部论典的话 那么一定要依靠弥勒菩萨的显广庄严论来通达 能通达薄弱空性的显广方面的内容 什么是显广 什么是空性呢 实际上大家应该知道佛陀所觉罪的这些法门 应该说所有的万事万物觉罪为空性 其实觉罪空性的话万物的真相 那么这样万物的真相谁能通达呢 诸佛菩萨也就是包括声闻缘觉在内的 诸佛菩萨才能通达 诸佛菩萨所能通达显正的智慧 通达万法空性的智慧叫显正 显观 那么这样的时候我们一般在闻思的过程当中 前辈的很多大德他们都认为 龙猛菩萨的《中观根本会论》比较好懂 为什么呢 因为他所抉择的一切万法的 自己空性的部分 弥勒菩萨所讲到的《现观传论》 是稍微有点难 为什么呢 因为他能抉择的智慧的这一部分 我们不但要进入般若空性的万法空性的面 还要更重要的 反过来能抉择诸佛菩萨智慧的层面 以智慧的层面来了解 比如说世间的一个语言来讲 爱因斯坦抉择相对论 那么相对论实际上是他所研究的对象 那么然后爱因斯坦的智慧 我们抉择相对论 还有抉择爱因斯坦的智慧 那么这两个在梵体上是有差别的 如果从中意上讲 没有差别的 诸佛菩萨所抉择的空性和能抉择的智慧 在本体上是无二无别的 法界上都是不可思议 但是再从明言的侧面来讲 稍微有差别的 一个是直接抉择的 龙猛菩萨所抉择的空性的意义 直接抉择的 而弥勒菩萨所抉择的现正意义 是间接或者隐藏的方式 因此我们学习起来 其实现观传论比中观根本会论还要稍微难一点 因此在现观伴刚开始的时候经常特别多 到最后的时候人会越来越少 下面我们开始看看怎么样 下面就是说 我们讲到现观传论 现观传论是这部论典讲的话 那么出义 论义 还有魔义分三个方面 首先出义也是分几个 其中第一个是论名 应该是现观传言论 现观传言论 论名是吧 有吧 这里 现观传言论论论论论论论是这样的 他有凡语的 还有汉语的 反语呢 阿批沙摩耶 阿能叹喇拉 南无波罗波罗咯 无波提萨撒沙萨萨 萨萨都若 这里是印度语 藏语的话 是吧 藏文师好像跟难同意 汉语 波罗波罗密多窍诀论 现观庄严 那么汉语和梵语对照 现观叫做阿比萨摩耶 庄严阿朗嘎拉 南无所谓的意思 般若智慧 波罗密多到彼岸 然后吴波提萨 窍诀的意思 舍多多罗论大概是 它是现观庄严 波罗波罗密多窍诀论 如果它名字全部这样讲 就是波罗波罗密多窍诀论 窍诀现观庄论 它可能稍微有一点次第的不同 但实际上这个是由两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个为什么用梵语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佛法的来源就是印度 印度当时佛陀初转法论的时候 梵语也叫做天人的语言 天人的语言 世间上所有的 包括现界前佛全是用梵语来转法论 因此每一个论典前面有这样的梵语 一方面对我们后来的后学者 相续当中种下了一种善根 有这个必要的 还有一个 因为它是梵语的原因 将来在自己的相续当中种下善根 将来前戒前佛 在世间当中转法论的时候 我们也有这种机缘 结上善缘 可以再次聆听诸佛的教言 还有因为以前佛陀也好 还有前辈大德们 依靠梵语来传法论 所以我们后学者也是为了报答恩德 或者能忆念他们的恩德 对佛教的来源 对佛教的缘权 有感恩自信 有这样的必要 还有因为诸佛菩萨 依靠梵语而转法论的原因 它有一种无比的加持力 现在世间人也是实际上 对梵语特别重视 包括现在国际上 很多欧美国家 他们在一些大学里面 都有开梵语的课 啊 开梵语的课 以前的梵语 实际上它变成了两种语系 一种语系是巴黎文 现在所谓的南传佛教 还有一种语系 它变成了藏语和汉语 现在我们的藏传佛教和一些北传佛教 这样的 所以有些在外面 他们把佛教的这三大派系 用语言来分的 有些语言学家 他们也是这样的 现在也是包括戈廷格大学 以前专门开梵语的课 当时北大的前校长吉仙尼亚 他也是在那里学梵语 后来在他的一个文章当中说 我已经 我的一生依靠戈廷格大学而改变的 我路师多年一直学梵语 走了这一条路 但以后我还继续走下去 他念稿的时候也会说过这样的 我那天问了一些他们的教授 他们说 以前在大学梵语开得非常成功 但现在并没有那样 所以有些教师 有些老师好像一种很悲观的态度 现在我们这里这个也不行 那个也不行 梵语也不行 但不管怎么样 可能也有世间上很多听说 有很多的语言学家 他们对梵语是非常重视的 他们并不是佛教徒 只是世间的一些研究人员 但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 大家都知道 每一部论典前面都讲了一些梵语的功德 通过梵语 包括修行人 他自己的相续当中也会很多善念自然而然生起 并且遣除文思修行过程当中的各种违缘 这样藏传佛教的包括麦彭伦伯奇 萨迦班智道 他们也是用藏语来造论典的时候 也经常前面加一些梵语 也有这样的传统 所以我们前面用梵语的原因是这样的 《现广传论》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波罗波罗蜜多的一部窍诀论典 那么什么是窍诀呢 其实一个非常简单的语言 打开甚深的法门的这种论典叫做窍诀论 它是一种窍诀论 它的窍诀论是什么方面的窍诀论呢 它就是现广 我刚才也讲了 佛陀的般若分为对境空性方面和有境智慧方面 如果我们从显现上的梵体来分的话可以分两种 那么其中对境空性方面的法要 在其他的以龙猛菩萨包括月城论师和寂天菩萨 他们相当多的论典当中已经做过详细的抉择 然后在能经现观方面的诸佛菩萨的智慧 那么唯一弥勒菩萨的窍诀来打开的 所以其他的一些论典当中 比如说像以前冷海上师他翻译的《显观庄严论》当中 他说的是《显正庄严论》 他用的是《显正》 法尊法师是显观 法尊法师是按照唐显宗 他的这种以法就是显观 但其实显观说的话可能更贴切 如果显正说呢 在藏文当中也没有什么差别 因为他证悟 其实这个显是一种智慧的意思 那么用智慧来证悟空性 那么用智慧来证悟空性的这种境界 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内容 我前年天也说了 我们现在要学习《显观庄严论》是什么样呢 实际上就是说 我们要懂得诸佛菩萨 包括声闻缘觉 他们的心灵世界是什么 我们通过这个论典 知道他们的心灵状况 因为在这里面 我们直接用一种方法来进入第一地菩萨的境界 第二地菩萨的境界相当困难的 但是我们又通过这种论典来了知 诸佛菩萨实际上他通达了什么样的法界 他的境界的高地也好 层次也好 不同点在哪些方面 所以我们现在虽然在座的人 很多都是显现上师可能凡夫人 我们完全进入这样深深的世界有一定的困难 但是我们也有一种方法 我们通过文字通过传承上师们的窍诀来 大概都知道诸佛菩萨的现正境界是如何 所以依靠这种论典完全会明白 所以这个名称是这样而取的 显光庄严论 为什么说庄严呢 刚才显光已经讲了 实际上庄严有各种庄严方式 比如说一般人穿着一个非常漂亮的衣服 也是很庄严的 他的庄严有很多方面的修饰方法 但是在这里庄严的话 它叫能明显的庄严方法 什么样的明显庄严方法呢 比如说一个人他转着大半的相当得体 过后他再照镜子 照镜子上的时候原来你自己庄严的身体 通过镜子就完全再次明显 你自己身上所打扮的一切装饰都一目了然 同样的道理就是通过这部论典 也就是说相关的这部论典来庄严什么呢 能明显什么呢 明显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讲到的 般若空行法门也好 能证悟般若空行法门的诸佛菩萨门的境界 就像我们通过镜子来能照见身体的一切的明妙形象一样 完全能照见般若和贤贞的意义 所以叫庄严 我们有时候庄严它有能明的庄严 它有开现的庄严 那这里能照见能更加显现的一种方法 所以庄严以一种比喻的方式来说明 也就是说依靠这部论典 有缘者确实也会明白 就是般若空行的殊胜威力和 还有诸佛菩萨的不可思议的境界 其实我为什么这次讲《相关庄论》呢 我想我也会讲一些比较简单的修行方面 因为大多数的人可能不愿意特别动脑筋 稍微难一点的 稍微比较难动一点的 大家都不愿意去进入 因为现在的世间人是特别特别难度 不像前辈的大德 前辈的大德学五部大论都是 即使条件再艰苦也是在月光下 在灯火下 在自己做藏相 点那个相 一个字一个字地背书 晚上也是白天不休息 晚上不睡觉 他这样来求学 而现在的人从条件和在其他方面 应该是比古人好得多了 但是我们的懒惰心 我们的贪心 嗔恨心 尤其是很多人有扬花缭乱的 很多的电视 电影 手机 各种各样的网络等等 全部都让我们的整个物观已经扬花缭乱 已经不知白天黑夜 装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是一种云乎乎的 不知所作 这个时候真正对圣者的论典 又说 希求豪越心有一定的困难 不管怎么样 我想如果我们所讲到的这些法 稍微深一点 我自己有这种感觉 比如说 我刚开始学习《大圆满前行》的时候 好像里面的很多教证很难懂的 然后后来学习隐秘密 学习闲官 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很难懂 我一直花很多时间 后来一看 其他的书很容易 而且我们的智慧 对深一点的方面一定要解 现在很多科学家对心理测试的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所谓的一些什么博士侯 学问最上的这些人 实际上他的智慧70%还没有开发过来 他还是有一种 他的千里还没有开发过来 让我们的很多的很多的智慧 通过一种被迫的方式还可以积发 就像积牙膏 牙膏的话 积完了就没有了 但是我们人的智慧当中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 还可以积出来 但是因为我们的环境的原因 教育的原因 我们的难度和懈怠等等 各种因缘 在临时之间很多人的 该可以开发的一些智慧没有挖掘出来 因此我想大家如果有机缘的话 对一些深一点的法门也应该学习 否则有时候遇到了佛教徒也好 非佛教徒也好 总觉得现在人的思维和目标 非常简单的一种 下面说第二个顶礼 刚才论明已经讲完了 不知道你们懂了没有 没有懂也没办法 下面讲一礼 一礼尽离一切诸佛菩萨 这里这是以前藏地 非常著名的国王赤喇巴奸 他后来在规定 他召集藏地所有的这些翻译家 要规定 规定什么呢 因为当时藏地有很多的经典和论典移出来 但移出来的时候 很难以分三藏 为了辨别三藏 国王要求凡是属于经藏方面 要求在前面的一礼 作为顶礼诸佛菩萨 因为所有这些经典 大多数都是佛和菩萨通过温大的方式来抉择 所以要求顶礼诸佛菩萨 佛和菩萨的有种温大的方式来抉择 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些 《般若经》这些都是佛陀告诉 舍利兹 须菩萨他们来进行询问 以这样的方式来抉择 在律藏方面 戒律方面 因为戒律是非常甚深的一种因果 并不是我们想说什么就可以了 并不是我们想做什么就可以了 现在有些学者他们都认为 你们这样做就可以了 没事 这样子他们也不懂因果 不说了 这个说了有点明显 所以当时国王要求 凡是在律藏方面的经典和后面的论典 要求前面要顶礼一切变知的佛陀 因为唯一的变知佛陀才能知道 详细戒律的取舍和因果关系 所以凡是律藏方面 前面都有顶礼变知佛陀 还有论藏方面 对法论藏方面 论藏里面都讲了 云 戒 畜 特别细微的一些缘起的道理 这些细微甚深的法门 唯有的文殊智慧通知 文殊菩萨的智慧境界 因此前面顶礼文殊菩萨等等要求这样的 所以这也是分别三藏的三种不同的顶礼方法 国王也是这样要求的 那么我们这里 《现观众论》 它应该在三藏当中 属于是经藏方面的 也就是说 这个不是作者的 应该是仪者 仪者前面经历一切佛菩萨 他这里 佛陀是处有和断正圆满功德的 像释迦牟尼佛 药寿佛等等 所有的三世诸佛 还有像文殊菩萨 观音菩萨等等 具有显正功德的这些菩萨面前 一直为了在这部论典的过程当中 远离一切违缘 三世三种的目的 还有后学者通过诸佛菩萨的加持和威力 让他们真正通达此论典当中的究竟意义 等等有诸如此类的必要而依着作了顶礼 所以这个叫做一般来讲 依律 那么这个前面是提摩和依律 那么下面真正的 《千光众安论》的论义 论义是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取入宣说入造论之分支和 还有所造论的自信 然后造论圆满之后的结尾 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造论分支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对这部论典的顶礼句 对薄弱殊胜心作一个顶礼 还有因为有必要的原因 在这里讲造论的 也就是说 历史造论分两个方面 一个是顶礼 一个是历史 那么首先讲的是 所权薄弱之殊胜心而顶礼 因为这里的顶礼 实际上是 他并没有顶礼佛 也并没有顶礼菩萨 也并没有顶礼弥勒菩萨的其他的谁谁谁 他这里顶礼的什么呢 就是这部论典的意义 知道吧 所权意义 他的所权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薄弱空心 显正意义 显正意义 我们这里所顶礼的意义 因此在很多经典当中也是经常讲 一切诸佛菩萨的来源是什么呢 薄弱波罗弥多 薄弱波罗弥多就是万法空心的这种 这个空心当中能产生佛 菩萨 还有声闻 缘觉等等 这些圣者包括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所有的这些 所谓的上师 所谓的一些大成就者 包括我们在座的一些人有一定出世间的境界 也是依靠波罗空心而产生的 这些都应该可以作为在这里顶礼的对境 就是顶礼的对境 哪一个人的相续当中有证悟 般若空心的智慧 我们在这里应该值得顶礼的 并没有这里特定的是哪一个佛 哪一个菩萨 哪一个 就并没有在他们相续当中所证悟的这种境界 我们在这里顶礼的对境 也就是说弥勒菩萨当时造这部论典的时候 他所顶礼的对境就是显正的内容 也就是可以这样来理解 下面讲第一个颂词 神愿是吧 应该这个是神闻 神闻菩萨佛 十身中目我经历 暂文当中这个颂词念在一起的 应该是四句 但是音领比较长 法尊法师翻译的时候也是分开翻译 这样也是很好的 在藏传佛教当中尤其是在辩论常识当中 整天都是用这句话来辩论 大家可能学习五部大论的人都无所不知的 都会明白的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这里所有《现观传论》全部的内容 这个句子当中都已经包含了 所以我们在学的过程当中 应该要动达其中的意义 当然这个意义如果广讲 在其他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大德们 在他们的诸实当中有大量的文字来叙述 并且这个也有一些像藏传佛教的 格鲁派 萨迦派 尼玛派等 各个派系的大德们的一些观点当中 也是会有一些不同的 但这次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 最根本的我们先把颂词上面的 基本内容应该要明白 然后再知道它所表示的意义 来通达其中的真正薄弱空性的甚深法义 那么这里意思是什么呢 其实在这里这一句话当中 从一个方面来讲 他已经说明了 当时释迦牟尼佛在印旧山转薄弱法门的五种殊胜法 也就是说他的世间殊胜 佛陀在薄弱经典当中如实我闻一尺 经常有这样的 如果具体来说有些人说传薄弱十年了 有些人说传薄弱比世间还短的 不管怎么样凡是不定的世间当中 传授了这么多的薄弱法门这个是世间圆满 眷属圆满的话 当时有比丘比丘尼还有有婆舍和有婆业 还有菩萨和声闻缘觉等等 共同和不共同的无量无边的眷属 传薄弱法门的时候有眷属圆满的 然后本色圆满的话佛陀当时在狮子座上 以显现各种各样的身边和神通 然后以无碍的智慧宣讲薄弱空性的法门 这就是本色圆满的 这个法圆满的话我们这里所讲到的 以三支为主 边支 极支 还有道支 以三支为主也好 或者以八支为主的 所有的薄弱内容 现在其实汉传佛教当中也议得不是很全的 藏传佛教当中也议得不是很全的 但是从整体来讲 我们藏传佛教世间当中确实有相当多殊胜的薄弱法门 这些薄弱法门叫做法圆满 这五种圆满实际上我刚才所讲的一样 释迦牟尼佛为人们留下来非常甚深的空性法要 这就是薄弱法门本色圆满 世间圆满 法圆满 然后眷属圆满 还有环境圆满 以饮酒山为主的一些大乘圣地 这里面所讲到的所有的法门就称之为五种圆满 在五种圆满当中 实际上是佛陀所传的这些法 所传的薄弱法之后 在他的眷属当中有相当多的人 领悟了薄弱的空性 领悟薄弱空性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他抉择了万法的真相 那么这种真相已经领悟的话 那这又已经成了宪圆 这个宪圆在这里作为弥勒论师 他的论典所顶礼的对境 这个对境要抉择的过程当中 他是一般来讲按照前辈的 包括一些五八活佛 他们的注释当中 他是由几种不同的方式来抉择 每一句以他的身份 然后他的方便方法 还有他的结果 从三个方面来可以抉择 这样以后这个颂词所表达的内容是一目了然 这样是什么样呢 他这里说 希求声闻由骗者引导领取罪击灭 首先我们知道 第一个是声闻和缘觉 声闻和缘觉他的身份是什么样呢 他的身份实际上是希求击灭 获得自私 自己获得解脱的这样的一种击灭 那么这个声闻 以前在因地的时候也是通过三知识的声音 听到佛法 后来得到圣者的过以后 还要不断地通过自己的声音给别人传授 让别人获得解脱的声闻果位 然后缘觉的话 缘觉因地的时候跟声闻一样的 通过声音获得证悟 但在过地的时候 他没有依靠一些缘气自己证悟 然后依靠他的身体来显现神通等等 让其他众生领入解脱 那么这个是他的身份 前面的这几句三分 然后这种声闻和缘觉 他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获得解脱呢 他这里讲辨知 这个辨知跟后面的辨知有点差别 这里的辨知实际上就是极致的意思 因为声闻和缘觉相续当中的智慧是什么呢 声闻是由人无恶的一种智慧 而缘觉在人无恶的基础上 他的所取方面的空性 所取证悟为空性能取还没有证悟 然后所取法无恶的所取方面证悟空性的 这么一个圣知 这个叫做极致或者辨知 这个是他的方法 最后获得是什么呢 引导去最终的他们自己 声闻和缘觉自己 就像《俱舍论》里面所讲的那样 引入什么呢 寂灭的 也就是说由于涅槃自己的乌云全部都已经生下了 像目犍连和舍利子一样的 乌云涅槃的话 当他证悟的这一刹那间当中 所有的乌云已经消失无际 最后获得击灭的果位 那么这个就是声闻 这一句话当中身份是声闻和缘觉 声闻和缘觉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呢 通过极致来现前他的极灭的果位 前面是身份 中间是依靠方法 后面是他的结果 这是第一个圣者 如果缘觉算的话 声闻和缘觉依靠极致而现前果位 就这个意思 然后第二句 诸乐饶益众生者导致灵成世间灵 第二个身份 身份是什么呢 为了利益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 利益一切众生的就是菩萨利益者 通过什么样呢 他是通过道指 他这里道指的话 不但是人无我已经通达了 法无我也是通达了 菩萨的话 人无我和法无我都已经通达了 人无我和法无我通达的这种智慧 我们在这里可以叫做道指 因为修道已经证悟了我 那么他的最后果是什么呢 让世间当中所有的这些世间众生 暂时让他们获得人天福报的果位 究竟让他们获得究竟殊胜 决定生的果位 利了世间的一切 这样的话 菩萨身份是菩萨 他是通过什么途径呢 以道指的途径和方法 最后得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让众生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安乐果位 这就是前面是机制的作用 这一句话讲的是第二个身份 也就是说身份是菩萨 他的途径是道指 结果让自他众生获得解脱 这就是菩萨所做的事 这是第二句 那么第三句 诸佛具有种相知 宣示种种种相法 处有慧如来正等觉 一切佛陀 这个是身份 身份是佛陀身份 那么佛陀是什么呢 佛陀是依靠具有种种知 具有种种知是 也就是说 今所有知和如所有知 也就是说辨制吧 他的方便方法辨制 方便方法有了辨制以后 他要做什么呢 他想利益众生 他想利益众生 跟菩萨不相同的 菩萨的话 他可能暂时利益众生 究竟利益 但佛陀 他直接能转法论 那么能转法论 他这里选持种种中相法 他这里前面有个种 后面有个种 一个是所劝的意义法论 还有能劝词具的法论 因为这个法论 教法论和正法论 法论有释迦牟尼佛法 有教法和正法 一个是教法的法论 教法的法论就像十二部经典 三藏十二部 然后正法的法论 就像我们在这里讲的一样 诸佛菩萨相续当中 包括我们相续当中 哪怕是生起一刹那间的信心和智慧 都是佛陀当时转法论的威力 在我们相续当中不断都在转 其实转法论是这样的 并不是说所有的转法论都像马车的轮子一样 非要转 强转法论 强转法论 并不是长期转一个法论 或者不是这个意思 真正的转法论 佛陀所宣讲的法 后来就是菩萨们得到了 菩萨们得到之后 佛陀相续当中的这些好的智慧 一直不断地悬流在 像我们人的相续当中 这就是真正的法论 有些时候我看 所谓转法论的真正意思 转正法的法论是更重要的 教法的法论是什么呢 表面上比如说讲经说法 这些可以说是假法方面的法论 但是你假法的法论已经转了 但正法的法论到底是转了没有 如果转不动的话 这是生意的法论 一直在讲 但是众生的相续当中 如果诸佛菩萨智慧的相续没有转到你的心里面 还没有真实准法论 在这里就是说 身份是佛陀 方便他的途径 编制的智慧 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在我们世间当中开始转了法论 所以一般相关转论的讲义当中 在这里要讲很多法论的定义 转法论的分类 转法论的法相等等 当然在辩论场所当中有很多很多的内容 所以真正转法论者 佛陀才转名副其实的法论 后来的后学者转相似的法论 不管怎么样 我们前面有十种圣者 声闻 缘觉 菩萨 佛陀 佛陀声闻相续当中的极致的智慧 缘觉的极致的智慧 菩萨道指的智慧 佛陀变着的智慧 这四种智慧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空性法门 这种空性法门当年佛陀在饮酒山宣说万法的空性智慧 当时所有的这些圣者也已经证悟了 后来将来的这些圣者也会证悟的 包括我们在座的人当中 如果对空性法门 我们昨前天讲《六祖谈经》 其实六祖的智慧也是 如果六祖的智慧已经定现于圆觉的智慧 他也是一种圣者 如果他的智慧属于菩萨的智慧 那么他也是圣者之一 如果他的智慧是佛的智慧 他也是当年佛传法论的原因 他的相续当中会生起 所以我们这里最后以终结的方式来说 具有声闻和圆觉 颂词里面不明显 但实际上有这个意思 声闻和圆觉 菩萨 佛这四种圣者 我们可以说是四圣者 四圣者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般若父母 也就是说贤贞 其实在很多论典有些说是般若父母 刚才稍微有一点点 因为薄弱实际上空性方面 我们这里说 显正是智慧方面的 其实在这里顶礼的对境 这些圣者的智慧 圣者的智慧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空性法门 应该可以这么讲 弥勒菩萨这一句话 总的意思是什么呢 弥勒菩萨说 我要先顶礼四大圣者的智慧显正 那么四大圣者的智慧显正是什么而来的呢 他是正无空性而来的 那么他们分别为他的身份是什么 他的方便方法是什么 结果是什么 都一目了然地说了 声闻缘觉他确实也是在世间当中 自己希求一个极灭的果位而已 而菩萨他只是饶益无量无边的众生 他以各种各样的形象来饶益无量无边 而佛陀虽然佛陀也是在显现种种方式来饶益众生 但是最主要的 他是转法论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很多以前的上师们讲 包括我们上师如意宝 当时上师如意宝在我看八六年 不是八六年 八五年的秋天吧 就是讲华智仁波切的 《现观众案论》的中意 其实我这个时候的笔记 我还有 有必要的时候 我倒是给你们看看 讲了很多法论方面的 因为真正佛陀出世的必要 要转法论 然后转法论的话 实际上让众生真正得到解脱的 唯一的方法就是转法论 这个很重要 我们平时造佛像 做功德 有没有功德呢 非常好 有功德 但是最根本的话 空性法门应该 佛陀相续当中的智慧传递下去 众生完全明白了佛教也好 或者说这种真理的时候 那你相续当中的烦恼 不会对他染上 这种烦恼一下子就马上 就像一个盗者认识他的人之后 他不敢偷东西一样 当下就已经没有了 这就是他的必要 所以我们对这四句话应该说是很重要的 然后前辈的这些大德们 也有不同的一些解释方法 有些说顶礼句 只顶礼佛陀的般若父母 只要顶礼释迦牟尼佛的般若 也就是说 他的现正智慧都已经可以了 但是这种说法 很多大德也认为 这是结合前面的 无圆满的说法而已 实际上有些大德是不太承认的 那么大家都公认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这一句话当中 顶礼四圣者的现正智慧 也就是说声闻 怨觉 菩萨 佛陀的现正智慧 我们这部论典当中 所顶礼的对境 虽然隐藏大德们都有不同的说法 但大多数的智慧们 他所承认的 这部论典里面所讲到的对境 就是世生者所能产生的 世生者产生的来源 也就是说 显正般若空性 这个意思 这个是讲顶礼句 下面讲能权论之必要 而离世句 大师于此说 一切向导之道 非于所能令 于事发信心 今以诸之念 聚慧则能见 为你一戒故 事造论所为 下面它是历史句 造一个论典的时候 实际上作者要发一种历史 就是要造这部论典 造这部论典有什么样的必要呢 其实我们所谓造论的时候 有四种必要 在这里也可以宣讲的 那么这个颂词的意思就是说 大师于此说 一切向导之道 大师是指的是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当时宣讲《般若经》 宣讲《般若经》的时候 在这里面 宣讲《般若经》当中 已经讲了一切向导之 一切向导之道 实际上就是极之 导之 编之 我们这里所讲到的善之 或者间接说明了 下面的释迦行和法身 我们说的是八十七十亿都已经讲 那么释迦牟尼佛在这里宣说的 《相关主要论》的所有内容 也就是说 一切的向导之 一切的善之和 一切释迦行和 包括前面的法身在内的一切内容 实际上并不是其他的声闻 缘觉 世间当中的一些邪淑者 这些人的境界 因为他是特别特别的深奥 有非常深奥的空性意义 这并不是我们相关专论 有些可能学者 有些从来没有闻思过的人 你要想证悟的话 肯定有一定的困难 声闻缘觉不能证悟的话 那我们一般的世间人从来没有学过佛 今天皈依了佛 皈依佛之后办个皈依证 有一个新的法明觉得 我现在马上要证悟空性有一定的困难 因为这里确实也是说了很深的 尤其是自己前辈子如果没有 对空性法门方面结上善缘即生 凡是遇到这些甚深法门的时候 经常产生各种邪念 恶分别 然后断绝自己的善根 会有这种情况 所以佛陀在这里所宣说的一切道子上 不是其他世间的外道等等的境界 那么在这里具有十种法心 在其他的有些 好像记得门法仁波切还是那个 讲义里面是十波罗蜜多的本性 从布施波罗蜜多到大愿波罗蜜多本性的 显广传论的意义也可以说 按照五八佛佛等其他有些大德的话 我们原来讲的 好像米勒其他的 变法法心论还是变种本论 十种善心吧 比如说受邪 供养 布施 封颂 修持 思维等等 就是十种法心 那么十种法心 本性的经的意义 这里面所讲的 其实这两种都可以 因为《般若》 《金刚经》里面讲的一样 它是具有十种法心 十种法心都获得不可思议的功德 这样的现观传论的意义也可以说 或者说具有十种波罗蜜多心的 这个经的意义 那么这部经的意义是谁能召见呢 什么样的人来召见呢 具有正知正念的 对般若空心法门有一定的禅定 智慧 闻思的正知正念 还有通达其中甚深意义的智慧的人 才能完全明白它的意义 这里非常容易清楚 它所权的意义是什么呢 所权的意义是般若空心法门 那么若若空心法门是依靠什么样来证悟呢 依靠这里面大概有两百多个颂词来证悟 这两百多个颂词不是其他的世间人随便说能领悟的 确实就像《定解报道论》里面讲的一样 没有以前长期的积累资粮 即使你有智慧 即使你有变才 这些甚深的念一个名词也不一定很快的时间当中会领悟 所以具有这样的正知正念和具有智慧的人才能领悟 那么因此这部《显观传论》实际上是通过一个 特别浅显易动的窍诀方法来让它证悟 弥勒菩萨所造的主要目标是这样 目的是这样的 这个目的因为我们造一个论典 实际上有造论它的必要和造论的目标 它是什么样的目的呢 让所有的众生真正暂时对空心法门有所了解 究竟获得了真正的解脱 它的究竟的目的是这样的 那么暂时的目的是什么呢 暂时的目的就是了解它的经意的 那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它这里所权的意义也就是说 始终发心也好或者八十七十亿的这么一个内容 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了解呢 先我们要了解《显观传论》的颂词和讲义的内容 通过这样的途径慢慢慢慢 刚才我讲的一样 就是说 薄弱法门的真正的甚深意义 依靠《显观传论》了解 所以我们在藏传佛教当中的确也是 对《显观传论》非常的重视 一般像格鲁派的格西 如果没有《显观传论》和英明和中观 这些没有变得过的话都根本没办法想获得格西 应该说这种《显观传论》在佛陀的最深深究竟意义 依靠窍诀的方式来宣说 因此我们经常有这样的说法 弥勒菩萨讲了一个特别好的窍诀 那这个窍诀是什么呢 佛陀的般若空性有这么多的千金万论 这么多的东西依靠两百多个颂词来 相当于是般若空性的现正方面的钥匙 我刚才也讲了其实弥勒菩萨和龙龙菩萨 真正抉择佛陀的精义唯一的两大菩萨 这是自古以来高僧大德们都是共同承认的 啊 共同承认的 为什么他们两个是成为 甚深见派和广大心派呢 主要原因呢因为通过他们的窍诀 让无数的人懂得了薄弱空性的意义 如果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要去闻思的话 恐怕是很困难的 不管藏传佛教 汉传佛教 你看自己多薄弱空性的话 我都原来想是因为大智度论 在藏文当中没有想翻译过来 结果我就翻了一本一本的哇 太多了 短暂的人生我的生命肯定不够 就没办法了 但是幸好我们今生当中也遇到了这么好的论典 这两部论典如果没有通达也好 没有学习的话 我觉得自称为大乘佛教徒的一些教徒来讲很惭愧 说实在现在很多人 有些年轻人 自己智慧 水平都很不错的 但是不愿意闻思 每天都是一种散乱 那这样临死的时候也是 对佛陀的甚深法门连种下一个怨气和善根习气 恐怕也没有机会 很可惜 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座 有些可能每个人的证悟和每个人的理解能力 不一定是非常相同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在我们短暂的人生当中 对这个法门结上一个善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除非你就不承认后世的存在 那这样临当别论我自己认为尤其是对现观方面 好多道友也应该有很大的信心 因此我们在这里 比如说造论的时候 有必要等必要 必要之必要 所劝 他们的连观 这些按照解脱部认为是直接而解释的 按照四字线论是因为在印度来讲 现观专案论的利益要解释的话 最了不起的两道论师 一个是解脱部 一个是四字线论师 四字线论师认为必要等四法是见解而说明的 但这个问题不是很那个的 你见解说明也好 直接说明也好 凡是这个颂词当中已经宣说了 我们学习现观专案论的必要 必要是什么呢 暂时我们懂得薄弱空性的意义 最究竟的必要是什么呢 最究竟让我们自他都依靠这种发愿来获得解脱 这就是究竟的必要 那么讲完了 是吧 时间到了 OK OK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